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不大愿意跟人家多交谈 而且不大听你话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我看它一直在动 这个老鼠不停地在转 明白了吗 而且你对它的教育上有些问题 我看这个老鼠是一个黑老鼠 它性格如果一直转来转去 就是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玩电脑 不喜欢跟人家接触 而且思维跟人家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整天要讲它 对不对 但我不在身边 我不在他身边 我告诉你 你这个孩子 现在你一定要跟他多接触 要让人家多跟他帮助 因为他有一点点自闭 为什么 自闭就是什么呢 一般的是家庭问题 还有就是自己本身 这个孩子长到一定的时候 他这个智商经常有一些 对他有点想不通的事情 或者他觉得爸爸为什么这样 妈妈为什么那样 那么台长告诉你好吗 你非要我讲 我看到的 我本来不想讲的 因为我看到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婚姻已经不圆满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对不对了 对呀 鼓掌啊 不鼓掌我不讲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我看到了我不讲 我就给你面子了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你现在要给孩子呢 多多地念心经 都真的给他念心经 明白吧 我想啊 这个孩子应该呢 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的前途也会有 但是做不了大老板的 只能做一般的支援 小脑筋很多 会动很多小脑筋 就是很多的点子啊 听得懂吗 这个老鼠畅端下跳 很活的 所以问题不大的 你也用不着太多的担心 不要让他学坏就好了 会坏吗 已经有点坏了 听得懂吗 你以后呢 记住 你作为妈妈 以后呢 穿衣服啊 在孩子面前稍微得体一点 他可会更尊重你一点 因为他现在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台长都是说的实话 好吗 好 谢谢 好 那他婚姻呢 什么 婚姻 为什么他两个人一直吵架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他的老婆属什么 你告诉我 属牛 他属老鼠 他属牛 他老婆呢 他老婆属牛 他属老鼠 两个牛是吧 那还要讲啊 不是 我儿子属老鼠了 他老婆属牛了 那很简单 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的 明白了吗 他老婆很厉害 因为我看这个牛 老追着那个老鼠 这个老鼠一天晚上在逃 听得懂吗 就是回避呀 回避他呀 明白吗 就是这样 好吧 你多给你儿子念一点 心经 多给他念一点 解节奏 两个人就不吵架了 解节奏就是化解 两个人的冤结 明白吗 每天念四十九遍 但是前面一定要讲名字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儿子某某某 和我媳妇某某 化解恶缘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谢谢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